听到牧童的电话 牧国星明白了 所谓吃饭是假的 介绍个人给自己认识 倒是真的 是啊 牧童是自己的妹妹 跟自己差不多大 也应该是谈婚论嫁的时候了 难道是想介绍 他的男朋友给自己认识吗 不过 这个事情没听父母说过呀 到哪吃饭呢 地址在哪里 要不要我带你嫂子一起去啊 牧国星放下电话 看了看表 觉得时间差不多了 现在京城里堵车的现象 越来越严重 现在走还不知道 能不能按时赶到呢 富哥不好意思啊 今天晚上就不能跟你一起吃饭了 我妹妹找我有点事 没关系 你忙吧 和富逸林告辞之后 牧国星给钟灵打了个电话 然后开车到了双龙集团的楼下 不一会儿就见到钟灵 和自己的另外四个老婆 都从办公楼里走了出来 首先说话的是雷雷 国星哥哥 今天怎么这么早接我们呢 雷雷自从来到京城之后 和其他的姐妹们 马上打成了一片 在其他女人的熏陶下 也隐隐有了一种 大家闺秀的气质 今天我和你们的灵儿姐姐 有点事要办 你们就自己开车回去吧 灵儿啊 快上车 赴别人的约会 迟到了可是一件不礼貌的事啊 国星哥 我要不要去换身衣服啊 穿这样的衣服 会不会给木桐掉面子呢 你看 钟灵这么一说 穆国星才注意到 钟灵 他们上班穿的 都是公司里统一制定的工作装 虽然是工作装 但是质地非常的好 剪裁也非常的匀衬 穿在钟灵的身上 也有了一份职业女性的干脸和妩媚 我看就不用了吧 我们灵儿穿什么都漂亮 再说了 是去见自己的妹妹 就没必要那么正规了吧 穆国星开着车 汇入了下班高峰的车流中 在拥挤的路上 足足用了一个多小时 才赶到了平日 只要十几分钟车程的 喜登路大酒店 喜登路大酒店高48层 双楼环抱 就好像两个巨人相拥 直入云霄 星人从地面仰望 无不有种目悬神迷的感觉 东楼的24层 是酒店的餐饮区 这个喜登路全球连锁近年来 除了在全球扩张分店之外 也注意到了内陆市场 近一两年来啊 接连的在国内几个主要的大城市 开了几家酒店 京城的这家是这个商业连锁公司 开的第一家分店 来到了酒店的大堂 穆国新给穆桐打了个电话 然后就和钟灵来到了穆桐电话里所说的包厢 穆国新和钟灵敲门进去 却发现穆桐正和一个青年男子 在那儿低声交谈着 经过穆桐的介绍 穆国新才知道 这个男子叫刘强 是国内一家职业足球队的著名球星 因为是搞体育的嘛 一米八几的个子 身穿一套浅蓝色的西装 倒有几分阳刚之气 显得一表人才 这是我哥 穆国新 宁北省的公务人员 这位是我嫂子 叫钟灵 和我一样是公司的白领 那个刘强听了穆桐的介绍之后 和穆国新像蜻蜓点水似的握了下手 而却抓住了钟灵的手不放 一双眼睛死死盯着钟灵 在他脸上来回扫摸着不停 穆国新看到这儿心里就不是很舒服 想要人家的妹妹做女朋友 这怎么连人家的嫂子都惦记上了 这个人的人品可不怎么样 穆国新和钟灵在椅子上坐了下来 那个刘强却大马金刀 自己坐在了主位上 穆国新和钟灵看到这里 心中又是一阵不爽 心想这个人算是怎么回事啊 怎么第一次和女方的家人见面就这么没礼貌呢 表面上看人模人样 实际上怎么这么没教养啊 由于是第一次见面 又看在穆桐的面子上 穆国新夫妻两个人虽说心里不愉快 但也没表现出什么来 点好菜后趁着服务员下去落单的时候 这个刘强就露出了他的本质 听说穆国新是宁北的一个公务人员 就开始吹嘘了起来 什么他在宁北金山市认识哪个市长啊 又和哪个书记在一起吃过饭呢 又和一个什么什么主任好像亲兄弟似的 最后这个刘强竟然问穆国新 穆先生你在宁北当公务员是在哪个市啊 看你这个样子可能也是一个科技干部吧 穆国新脸上依然带着笑容 不知可否的哼哼哈哈的答应着 钟灵却在一旁忍俊不禁和穆桐挤眉弄眼 过了一会儿这姑嫂俩又凑在一起低声嘀咕着 一边嘀咕着 一边看着那个刘强发出一阵阵痴痴的笑声 刘强看到这以为两个大美女已经对他动了心 就越发的吹嘘起来 穆先生啊 现在官场上没有人可得不到提声的 如果你想调到金山市 我倒可以跟你帮帮忙 到了那儿工作单位你可以随便选 我到时候给那些书记啊 市长们什么的打个电话 跟他们讲一讲 多了不敢说 两年内给你提个付出 是肯定没问题的 这个时候服务员送上了菜 那个刘强才停止了吹嘘 不时向穆国兴等人介绍着这些菜的特点 又说呀 京城里哪个餐厅有什么特色菜等等等等 就好像他已经吃遍了整个京城似的 而穆国兴等人就好像是香巴佬进城似的 刘强虽然是个体育明星 但也数据四肢发达 头脑简单的一类 只顾自吹自雷的说个痛快 却全然没有注意到 坐在他旁边木桐的脸色 两杯酒下肚 就连先生的称呼也给穆国兴免了 大大咧咧的说 哥们儿 你是木桐的哥哥 也就是我的哥哥不是 哥们儿我准备在京城开家饭馆 就凭哥们儿我的人气和关系 到时候生意一准火呀 那裁员可是什么来着 啊 裁员广进 有没有兴趣参与一股啊 我看你一个小公务员也没多少钱 你就凑个十万块钱 我算你一股 到时候 你老婆就不用给别人打工了 对不对 这个饭馆里帮我们打理一下 当个老板娘不也不错吗 穆国兴听到这儿皱了皱眉头 看了看木桐 这间的木桐已经气得小脸通红 手里在那儿不住的发抖 穆国兴向中灵和木桐摇了摇头 示意他们先不要发火 然后又问那个刘强 刘先生 我可以问你个问题吗 当然可以了 咱们今后就是一家人 有什么话你尽管说 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又是怎么认识我妹妹的呢 哎 我学历不太高 像我们这种体育明星将来退以后 国家都会安排我们进大学读几年书 怎么着也得混个大学文明不是啊 至于和你妹妹 我对她是一见钟情 托我在超市里的任副总经理的表妹才认识她的 穆国兴听到这儿 就向木桐投去了询问的目光 木桐急忙说 她的表妹叫刘兰兰 是京城大学里的经济学硕士 上个月应聘到超市担任总经理助理 哦 你表妹没有跟你介绍过我妹妹的情况吗 介绍过呀 说你妹妹是超市的副总监 是燕京大学毕业的 我想总监的职务应该比不上我妹妹副总经理大吧 刘强说到这儿 一脸不高兴的问穆国兴 哎 我说哥们 你问这个干什么呀 像你妹妹这种给别人打工的 嫁给我 算是你们家祖坟上冒了青烟了吧 要知道 我一年收入大约一百多万呢 木桐到了这个时候再也忍不住了 他端起面前的一杯果汁 哗就泼到了刘强的脸上 大声骂道 刘强 你混蛋 你干什么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把刘强吓了一跳 他伸手抹去了自己脸上的果汁 站起身来 冲着木桐恶狠狠的说道 你他妈敢用果汁泼我 老子今天就当着你娘家哥哥的面 收拾收拾你这个小婊子 刘强仗着自己是高体育出身 长得人高马大 身上又有几分蛮力 从一开始就没把木国心放在眼里 他很小就上了体校 没受过什么教育 就连家庭教育也都不完整 这个时候哪还能忍得住心中的怒火呀 护圆了巴掌就向木桐打去了 刘强身上这点蛮力 哪会被木国心放在眼里呀 他护圆了的手臂还没等扇下去 木国心就一把抓住给扔了回去 头也重重的撞在包厢的门上 发出咚的一声声响 这个刘强啊 不愧是高体育出身的 也许是头部经常和球接触所知 就是撞成这样 他只是摇了摇脑袋 又从地上爬起来 一边嚎叫着 一边向木国心扑了过来 这个时候啊 等在门外的服务员 就听到包厢里发出巨大的声响 他刚刚推开门 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事 就见从包厢里飞出了一个人 重重的撞在对面的墙上 然后又滑落在地上 好一会儿 这个人才扶着墙站了起来 掏出了电话拨通后 声嘶力竭的狂叫了起来 钟灵看到这个情景 觉得应该给这个家伙一个教训 要不然 以后他还会继续纠缠木桶 就掏出了电话 给他爷爷的警卫秘书 魏刚打了一个电话 穆国心神色严肃地坐在那 冷冷地看着那个 冲着电话狂叫的刘强 不知道这个刘强 是运气好呢还是不好 他的电话刚打完 就有几个彪形大汉冲了过来 原来啊 这几个人正是刘强的队友 刘强打电话的时候 他们刚好在这个饭店里吃饭 听说刘强被人揍了 都急忙过来给刘强找场子 这些所谓的足球明星啊 仗着国内一些球迷对他们的宠爱 却根本不懂得洁神自好 又加上普遍缺乏正规的教育 导致素质太差 好勇城墙 眼高于顶 目中无人 所以对于他们什么巨众斗殴 深夜泡巴的反面报道 是屡见爆端 刘强看到自己的队友来了 他顿时觉得自己的胆气又壮起来 指着包厢里的穆国心叫 就是这小子他动手打我 哥们们替我去臭揍这个小子一顿 让他知道马王爷长了三只眼 哥们不是好欺负的 那两个女的可别给我打坏了 等一下我请兄弟们乐呵乐呵 慕国心听这个刘强说话 怒火万丈 他心想这哪是什么球星啊 那分明就是一群地痞流氓啊 光天化日之下都露出了强强民女的意思 哎 看来不教训教训你们 还真不知道马王爷长了第三只眼啊 慕国心慢慢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把钟灵和木桐挡在了自己的身后 依旧摆出了他那副双腿微曲 不钉不扒的姿势 这个时候只见一个替着光头一脸凶向的人冲了过来 伸出一拳向慕国心的面门打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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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一声淒厉的叫声 这个光头被慕国心从包厢里给踹到了走廊上 这个时候刘强的另一个同伙从随身里抽出了一副双结棍 在慕国心面前耍了两个自认为非常潇洒的动作 然后冷不防地朝慕国心的脑袋打了过来 慕国心不慌不忙 避开了打来的双结棍 伸手抓住了他的手臂 夺过了他的双结棍 照着那个人的脑袋一下就打过去 又是一脚砰踹出了门外 正好砸在了刚想要爬起来的光头的身上